从这个中国移动刚刚公布的这个营运的数据来看 其实表现性蛮理想的 当然呢过去就是因为这个中国联通 它的这个WCDMA的这个网络 跟这个苹果的产品是有一个compatible的这个情况 就是可以使用这个苹果的产品 因此呢在中国联通退出这个iPhone的时候呢 就是上课量方面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当然呢手机的补贴呢也是导致于它的盈利 去年呢表现不到好的这个情况 从中国移动现在的股值来看 这个预测的市盈率呢只有12倍以下 这个股值其实是一个很市盈的水平 当然呢我的未来的看法就是 如果真的中国布进了这个第四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4G的年代的时候 中国一定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就是因为这个4G的技术呢 未来就是以这个TD 就是中国研发的这个未来在引进 就是TD LTE对于它来讲呢 那肯定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相信在它的股价当然过去跑出大盘 我相信就是现在来讲呢 在下跌的空间其实没有太多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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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